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在这个层面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看不到我了 我已经死掉了 傲气又死掉了 那我怎么样使我不傲气呢 使我怎么样不得胃溃疡呢 怎么样不得胃癌呢 我的方法呢 就是由我轻松那一面 完事那一面 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 就好像台湾 最近选了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 大家都疯掉了 也引起祖国的关切 引起世界的关切 我们想想看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顺 他死的时候 那个墓碑上面 不许刻这行字 不许说 他做过美国总统 为什么 美国总统算少计啊 不值得一提 我应该做更伟大的事情 有的人呢 没有杰弗顺这个本领 可是现在做到这个事实了 就是美国现在还活着的 那个得了老年痴呆的 那个总统 叫做里根 里根总统 到现在啊 完全忘了 他曾经做过美国总统 我觉得这是很高的一个境界 忘掉了 什么东西嘛 忘掉了 我认为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心胸 就是不值得一谈 所以今天我觉得过分 为台湾选出来 所谓总统 而欢喜 或者而悲哀 或者而忧虑的人 都太过了 我又回想到四年以前 因缘际会 我做了 所谓台湾地区的总统候选人 我代表的是中国的这个新党 告诉大家啊 我本身不是新党 我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党 这是我一辈子自豪的一点 当时呢 台湾有所谓的选举公报 我给大家看一下 很有趣啊 大家看 第十任 大家看 第十任 第十任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公报 在这公报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这些人啊 从这个宋楚瑜开始啊 然后这个二号的连战啊 三号的李敖 然后四号的许新良 五号的陈水扁啊 最有趣呢 是这个公报下面的这个 这个学历啊 学历跟这个证件啊 看到没有啊 宋楚瑜下面满满的啊 每个人都满满的 每个人都满满的啊 每个人都是满满的 这些证件 只有我 只有我 大家注意到 只有李敖 只有两行字 第一个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 事实上呢 我还念过历史研究所 只是念了一半呢 骂了教授啊 自己跑掉了啊 我的证件呢 叫做 勃起台湾 挺进大陆 威尔刚世界啊 这翻成 今天的语言 你们的语言就是 勃起台湾 挺进大陆 伟哥 伟哥世界啊 为什么你要用这种句子啊 来表达你的思想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活生生的 中国语言 活生生的中国语言 就好像 这种语言啊 毛主席很会用啊 所以他的词里面啊 有我们说认为 真人精子 所认为不雅的话 甚至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过去的宪法里面 也有过狗字啊 狗 怎么个宪法里面有狗呢 因为美帝一起走狗 美国帝国就一起走狗 所以有狗字 全世界的法律里面 有狗字的啊 还不多啊 可是呢 人民的语言 会有这种现象 我举这个例子 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 实在是 布置的议题 在我李奥眼里 选个什么总统吗 这对我而言 就是 勃起台湾 挺进大陆 维哥世界 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野心 也是我们的报复 完了吗 其他一切都是假的 我讲的话 意思告诉大家 今天大家不必为 台湾地区的 所谓选举的结果 快乐 忧愁 都不必 因为呢 是一件小事 这为什么是小事呢 因为在实际上面 可能在某种程度 还不够成熟 我给大家看一首诗 这是宋朝人的诗 叫万山 很多山 不许 不允许 一溪奔 不允许 山把这个水拦住了 不许这个一个吸水 来奔跑 因为你拦我 所以我就要奔跑啊 这个水要往下流啊 所以拦得 牺牲 日日夜宣 把我这个吸水拦的 整天在叫 言论自由 我在叫 可是 你这个吸水 继续留下来的时候 道德 前头 山脚近 这个山 会被你走完啊 这个拦阻你的这个山呢 会被你走完 你会走到山脚 山脚会高一段落 这时候怎么样呢 你水还在啊 堂堂吸水出前尊 那个时候呢 你堂堂征征的 这个水啊 你就走到了平原 我再念一遍 万山不许 一溪奔 难得牺牲日夜宣 道德前头 山脚近 堂堂吸水出前尊 这是什么诗啊 这是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诗 注意啊 胡适写的给 写给杨万里的贵员铺 绝句诗 我这胡适最爱读 今天写给静桓老弟 静桓就是在台湾 办自由中国杂志 被蒋介石关了十年的 雷震 祝他的65岁生日 这个时候是有诗啊 是雷震在牢里面 在牢里的时候 胡适写给他的 在1961年7月 这里面胡适写了一个错字 就是这个颂字 颂处于这个颂字 颂字绝不是下面 让拉下了一边一点 不对的 是应该从这里拉开一撇 这里又拉开一撇 才是正写啊 那个我们的大学者胡适 也难免会写错字 这个诗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只要时机到了 山怎样拦着你的水 你的水能够峰回路转 最后呢 你会达到你的目的 可是呢 这里面有很多过程 有很多艰苦 有很多牺牲 是必然的啊 这就是胡适 现在呢 等于我们现在 当时新文化运动 就五四运动 前后 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胡适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陈独秀先生 他们在一起 办新青年杂志 还有鲁迅 当时胡适的思想呢 就被看起来 他的思想呢 比较稳健 就比较稳健 结果呢 几十年下来 胡适在中国大陆 也被批判过 可是今天呢 还给他应有的公道 觉得呢 他的稳健的思想 对中国 对一个安定的中国 还是非常有利的 这个呢 就是雷震 办自由中国的雷震 他是非常勇敢的一个人 办自由中国呢 办了十年 严格说起来 在国民党 丢了大陆 到台湾来以后 很多国民党员 包括雷震 自己 他们都开始反省 说我们大陆丢掉了 大陆失败了 什么原因呢 有一派是说 我们民主的不够 就像雷震 自由民主不够 所以失败了 共产党他们 比我们自由民主 他们在宣传上成功了 另外一派是说 我们专制独裁不够 因为专制独裁不够 所以我们才垮下来 他的属于 自由民主不够的 这一派 就办了一个杂志 自由中国 那时候 我也写过文章 雷震 杂志被毁掉以后 被蒋介石插封了以后 就是我李敖办的 文星杂志 我们搞了五年 也被查封 后来我还坐牢 证明什么 证明了一点 就是雷震当时 办这个自由中国杂志的时候 大家的观念还一致的 就知道是我们争取 自由民主 开明 法治 这都是国民党 不给我们的 这个主流 这个思想是主流 到我来接手 办文星杂志的时候 我还是这些东西 可是呢 我有一个新东西 他们所没有的 就是文化上的根源 我们会掌握得很紧 用思想上的根源 我们掌握得很紧 雷震他们跟不上我们的 后来国民党的发现 你李敖啊 专门挖我们的根 你根本 根本是可恶的要死 你比那些搞政治的人还可恶 你挖我们的根 所以我也就这 杂志呢 也结束了 人也坐牢了 我讲这些例子 告诉大家 就是时间不够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啊 那样急着 那样急着 要怎么样 当时雷震办 自由中国杂志的时候啊 发生了一个事件 就是蒋介石 过生日的时候啊 雷震呢 他公意搞了一个 祝寿专号 可是后来呢 最后就演变成一个理论 叫做反攻无妄论 蒋介石说 我们要打共产党 我们要反攻大陆啊 一年准备 两年反攻 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 后来雷震他们说 不可能的 回不去了 大陆回不去了 蒋介石就整雷震 就最后把他关了十年 在他被关以前呢 雷震跟胡适啊 他们有一个秘密谈话 雷震就跟胡适讲 胡先生 我们回不去大陆了 这不是真的吗 我们这个杂志 讲回不去了 不是讲了真话吗 为什么讲了真话 还使别人误会我们 戴我们帽子呢 怎么会发生这个现象呢 难道不许我们讲真话吗 胡适比雷震年纪大一点 他比较温和 讲了一句啊 很滑头的话 他说 雷震你们办的杂志 讲了真话 没有错 台湾回不去大陆了 这批人回不去了 都是事实 可是你不要忘记 讲回大陆 是在台湾的 这种千千万万的人 共同的一个梦 由于你雷震 由于你办了自由中国杂志 你把这个梦给摧毁了 你摧毁了千千万万人 共同有的一个梦 你知道人在哪里吗 他们为什么关你 为什么诬赖你 为什么要把你青春搞去十年 就是因为你破坏了别人的梦 你摧毁了别人的梦 今天大家都知道 这是个梦 可是当时先知者提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今天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 所谓台独分子 我可以告诉各位 是他们的一个梦 这个梦 不是好坏的问题 台独分子可以举出 一百条理由来讲 我们为什么要独立 我们可以举出一百 一百条理由来 证明为什么你不可以独立 其中一条呢 就是台湾跟大陆 本来没有台湾海家 本来还连在一起的 我们都可以举出 地质学的证据来证明 你不该独立 所以已经不是理论的问题了 这是个信仰的问题了 这时候只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裁判 什么裁判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要独立 他妈的能实行 你才独立啊 你不能实行独什么利 你自己民进党 你现在是执政党 你的总统是你们的总统 你们的党纲 27年来 清清楚楚的 每一年都告诉我们 你们要用公投的方法 来决定台湾共和国 今天你是执政党 党章没有费 总统是你们的 又搞了公投 为什么不来公投呢 公投台湾今天独立啊 为什么今天公投 这个项目 什么东西 那什么内容啊 胡扯嘛 骗人嘛 为什么不敢独立 不敢 这就是我所说的 再过两年 就算这一次 陈水扁在当选 2006年 我李奥 在这里啊 大家注意啊 铁口直断 我就不相信 他敢独立 小动作会不断的有 什么学什么母语了 学什么台语 全世界没有台语 这个东西 我已经告诉你们 台语就是闽南话 哪来什么采台语啊 没有这个东西 全来啊 历史教科修改了 这个护照上 做手脚了 统统在做 可是我告诉各位 有两点东西 他不敢碰 就没有台读 哪两点 中华民国四个字 敢不敢改 有种就改 外来政权改 这个来带来的 敢不敢改 第二个 中华民国的 青天白日期 你敢不敢改 只要这两个东西 你不敢动 你其他那些东西啊 小而磕 我过去 被国民党委政府 抓的时候 那天晚上 是在我女朋友面前 当场被抓住的 我这个女朋友啊 是我一辈子 最心爱的女人 她一辈子 现在说她一辈子 不对了 她那是小女孩子 她二十多岁 从来没有跟我 发生争执 非常的温柔 她妈妈有时候 责备她 跟她妈妈吵架 她会跟妈妈 偶尔也会顶嘴嘛 年轻人反叛期 她妈妈就会凶一点 说 你闭嘴 不许再讲话 然后她吓得 就不敢讲话 可是怎么样呢 她嘴巴在动 她妈妈骂她 她也在回骂 可是呢 她没有声音 嘴巴在动 这样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也在反抗 可是是有程度的 因为我不敢 不敢发声音 今天台湾 跟中国 大陆的关系 不是这样子吗 口口声声台独 你台独呀 口口声声公投 你公投台独呀 口口声声 我的党纲 是要公投决定 台湾共和国 你公投呀 口口声声 我是执政党 你现在执政党 你又连任了 口口声声 你是总统 总统啊 你说了算啊 为什么不公投啊 台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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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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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就因为不敢 所以我才不担心 2006年 台湾会发生独立的现象 我不担心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 基本观念 就在这个 在这里 可是有一点呢 我是关心的 我给大家 看一个东西 这是希腊 我们考古学上 在希腊发现的 一些片 一片一片 什么东西 上面人民 这什么东西啊 就我们吃那个半壳 那个半壳 碎的半壳 叫做戒 这是胡适的话 大家看啊 这个写孟子的话 非其意义也 只要不合乎那个道理 非其道也 不合乎那个原则 一戒 就是一个半壳 我吃东西的海鲜的半壳 不宜于人 我不给别人 一戒不宜取住人 我也不向人拿 这是孟子的话 一戒呢 就是一个棒 一个贝壳 一个贝壳 这是胡适的字 中国古代呢 用这个贝壳 也代表钱 因为那时候 最早没有钱 这是什么东西啊 希腊古代的贝壳 上面什么呢 是人民 什么人民啊 我要把你 他妈的 我要把你赶走的人民 什么原因呢 希腊有个制度 很好玩 你爱国 你有名 你有功 你是大将 你是大政治家 都没关系 只要全国人 在这个贝壳上 写上你的名字 一半人口说 写上你的名字 一投票 当票来投 对不起 你给我出国 出国多有十年 把你立刻赶走 赶十年 什么原因呢 这叫贝壳弹劾制 希腊人 就专门干这个事情 有一个有名的希腊人 叫Aristades A-R-I-S-T-A-D-E-S Aristades 他是最美最政治的 希腊的一个政治领袖 忽然 大家在弹劾他 都把他赶走 他走到马路上 前面来那个农夫 农夫手里拿了个棒壳 就跟他讲 当然农夫不认识他 那时候不是电视 你张三李四 长什么样 大家立刻知道 农夫不认识他 他就是 原来就是Aristades 农夫拿个棒壳 就跟他讲 说我是文盲 不会写字 我要弹劾一个人 叫做Aristades 你这位先生 可不可以帮我写他名字呢 说Aristades 说没问题 我帮你写他名字 就写名字 写你名字 可是附带一句话 他说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你要弹劾Aristades 为什么你要把他赶走 我很好奇 农夫 我刚才讲过 不晓得在你眼前 有眼不识泰山 不晓得眼前就是Aristades 可农夫讲他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非常有趣 农夫说 我整天听到的都是 Arist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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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烦死了 我都把他赶走 就因为我受不了了 我烦死了 今天在台湾也好 在中国大陆也好 我们整天听到都是 陈水扁 陈水扁 连战 连战 宋主瑜 宋主瑜 烦不烦呢 烦死我们了 我们要不要精神稳定一下 不再谈这些人 要不要再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中国大陆的同胞们 祖国的领导 国家领导人们 要冷静一下 花一段时间 最好大家 不再谈陈水扁 不谈陈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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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也许有一天 我们台湾会执行一个制度 大家用贝壳 把他们这些坏东西 通通赶出台湾去